主料,带于500克,辅量,食盐,料酒,鸡精,13香,白糖,酱油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带于一份清洗干净备用,将整理干净的带于放进大碗中,加入蚝油,食盐,5香粉,料酒,白糖,一起调味,盖上保鲜膜放进冰箱里,腌制一个小时, 我腌了一个晚上,准备一份面包汤,将腌好的带于放进面包汤里,裹上一层面包汤备用,炒锅放少许油,下入或上面包汤的带于油炸,炸至酥黄的时候,捞出粒油晾凉,为了吃的时候口感酥脆,将晾凉后的带于段重新入过油炸,二次复炸后的带于段口感酥脆好吃,吃的时候可把烧烤粉配时口味更好, 烹饭技巧,一,炸鱼的油不要太多,带鱼腥味太重,再做其他菜肴影响味道,二,二次复炸为了口感好,也可以一次炸制,不用重复炸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